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德先生这么说这个单元里面 志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 事实上从最近这几个礼拜以来 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新闻 美国的黑人佛洛伊德他被虐致死 这个案子引发了很多很多的效应 新闻的重点我们今天放在歧视这两个字 这个新闻可以说引来越来越多各国的重视 同时在美国的动荡越来越严重 特别跟您介绍 我们今天邀请一位从事反歧视运动的推动者 他也是太医生医集团的总经理杨慧中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总经理从歧视的观点出发 要来带听众了解 如果歧视是无所不在的 那么我们一般人应该怎么去避免歧视 去化解歧视的观念呢 来我们先欢迎杨慧中总经理 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总经理您早 志平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是 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总经理我想请教您 佛洛伊德的这个案子发生到现在 除了在美国境内造成严重的 种族歧视社会冲突 那么全球各地也都持续的声援 甚至于他们还走上了街头 去表达反歧视的主张 所以我们要请总经理 从这个新闻出发 先告诉我们的听众 什么是歧视 那什么又是反歧视 如果谈到歧视的部分 我会把一些偏见的这个概念 跟心理状态要首先要先跟大家分享 跟解释的部分 原因是因为歧视只是一个最后面产生的一个结果 但事实上前面的部分就是会有一个偏见行为 那所谓的偏见行为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也就是说也许就是一个过度美化 或过度丑化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那当然歧视一定是过度丑化 或过度对一个族群或团体的一个否定 产生的一个行为 那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歧视的部分跟反歧视 也就是说歧视是一个最后面产生的一个 对一个群体的一种预设的看法跟态度 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讨厌某些特征的人 那当然如果反歧视的话 当然我们就会希望就是说 我们要拒绝这种心理状态 跟拒绝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产生 这让我想到惠中你的解释 就是其实我们长久以来会对很多新闻中的人物 政治人物也好 演艺人也好 这个或者是某些这个坐监犯科的凶手啊 点点点之类的也好 可能我们都会有对他有存在某些既定的印象 当然表现出的言行就很激烈了 那么假如其实是一种观念的话 那么个人的言行上的表现会是什么 会有什么影响 我自己先自首一下 我前几天在看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久没有出现的艺人 这女艺人他出现在画面上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 马上跟旁边的朋友讲说 他怎么胖成这个样子 惠中对不起 我跟你忏悔一下 这是不是歧视 或是这种偏见 我并不觉得你有歧视的行为 一定是有原本的偏见 或者是你有偏见就一定会有歧视 我刚刚有谈到这部分 那如果再谈到一个部分是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是肥胖是有什么问题吗 对也就是说 是不是对肥 你就是在制品 在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的形象上面 是不是就是不好的 为什么他突然变胖 你会觉得是一种你的惊讶 那惊讶不见得一定就是负面的 就是说我现在不能去直接去探讨 就是说制品 为什么你会觉得当中好像 但是你可能会 人会有点反省吗 我们怎么会对一个 也许你认识的这一位 你说女明星 那应该你对你的印象 原本是应该漂漂亮亮 或者是我刚才讲 那就是你一种过度的偏好 当初她是像一个仙女一样 可是仙女怎么可以变胖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会探讨就是说 如果按照刚刚刚刚刚 我跟大家解释的部分 除了偏见的这样的一个偏 就是偏好不是正常值之外 那我们就在探讨一个刻板印象 你怎么产生 那我们有这样刻板印象怎么来的 也许就整个的群体跟社会 给你的印象 就认为是说 这个社会是不允许肥胖的 可是可是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这样是正常的 所以不断的去反省这个部分 我就说 就纵使我们有这样的刻板印象 那这样就一定是歧视 我并不觉得现在 制品你刚刚的这样的一个 自我的反省的状况 就是有歧视的行为产生 因为你只是惊讶 你只能就你的刻板印象 认为就是说 我认识的这一位仙女 女明星本身是一个 我从以前认识她以来 就是一个非常的完美的形象 可是完美形象 怎么会在身材上面走样 就是你非常的惊讶 但是你没有去攻击她 你没有说她是什么样的动物 或者是戳着是 就是说就是这个怎么样 我就是说歧视是一种行为 就是一种行动 也就是说按照刚刚制品的 这样的一个反省 或者是检讨自己的状态 我倒觉得那只是一个 你去看见自己的刻板印象 或者是你对于自己的偏见当中 你有一些警觉 但是你事实上我在观察 或者是在定义上面 其实并没有产生一个歧视行为 假定这样子的偏见一直演变下去 就往这个也许是天平的两端 一直不断的延伸下去 到了极致 很可能就比较危险了 对不对 当然没有错 但是我还是要说 就我长期来对歧视 或者是社会运动的观察 其实我会发现 人难免会有偏见 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对于所有的人事物 都保持一个非常客观跟理性 因为 所以为什么你 难道我们可以跟所有人交朋友吗 一定会有跟某些人会特别的好 或者你喜欢某一种动物 为什么你不喜欢蛇 你喜欢狗 因为你会觉得蛇好可怕 但事实上蛇不见得一定会咬人吗 但是我们就会在预设的当中 会觉得他很愁 他一定很可怕 或者是很多东西是从群体 或者是教育里面来学习而来的 所以如果产生个极端的话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极端的偏好 或对于一个事物的讨厌 那顶多也只是我们自己心里的状态 我只就是说 那个状态 如果说你没有去影响别人 就算你恨一个某个政治人物恨到底 或者是喜欢某个某一种动物 喜欢到底 可是问题是 这只是你个人的偏好的极端 很不理性 非理性 所以才会有粉类 是某某粉之类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去攻击别人 我自己喜欢就 大家也没有犯不着 但如果说因为你的喜欢 或者是你的讨厌 然后你去做一些破坏的动作 或者是说就是疯狂的去 去对一个人追求 或者是一个造成别的困扰 这当中的一个行为 基本上是要被社会上面所约束的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邀请了这位受访者 亲自来到节目当中 他是长期从事反歧视运动的推动者 杨慧中 同时他也是太医生医集团的总经理 慧中 所以从刚刚你的回答里面 我可不可以进一步再来请教你 我们回到这个新闻上来 一般民众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也许是当然是同情黑人 同情佛洛伊德 那也许会觉得愤恨不平 同情他人会这样子来想 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人会说 他不是用假钞吗 其实他是一个罪犯吧 那警察只是来制止他 点点点 所以每个人也许看法都不一样 那事实上 歧视真的是无所不在 可不可以请慧中为我们举出一些例子 长久以来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新闻事件 也都是根源于歧视 特别是刚刚你所提到 其实我们可能很讨厌某些政治人物 这个某些阵营就会觉得 自己所拥护的这个政治领袖 非常棒歧视对手阵营 这算是歧视吗 原样我已经开始用这个字眼了 如果按照佛洛伊德这个事件来说的话 我尽量都保持一个客观 虽然我自己有一些立场 或者是整个社会上面 对于佛洛伊德的这个全球性的影响 但是我要说 我还是有看到一些资料 甚至一些黑人群体里面认为 这件事情是过度被煽动 它并不是一个歧视事件 引发了全球的浪潮 对 原因是因为确实它是一个犯罪世界 而且在佛洛伊德 它原本的过去的生命里面 它犯罪的次数 其实也没有比较少 那我要表达的状态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不要 一开始就好像就是按照一个 看见或听见就认为 就是它就是一定就是种族歧视 或者是 我刚刚就讲就是说 我们不要被一些 因为保持客观要非常的用力 非常的需要自己去刻意的去保持理性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再提醒这件事情 原因是因为 因为现在目前这个状态 如果对这件事情来分析 我会觉得是一种辛丑旧恨 原因是因为在美国的 不论是警察改革或司法的制度上面 甚至整个的文化上面 会对于白人跟黑人当中的一些 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方式 就像很多有色种族的一些民众 在学生时代就被要求 就是不能染法 不能有一些 就是一些行为规范会比较严谨 但是在白人上面就会觉得说 他们就是被允许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我是不是刻意的被规范这事情 那对于受不同的差别待遇的人 就会觉得说这就是种歧视 那回过来看 就是说弗洛伊德这件事情 我并不觉得这当中 一定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个框框 就一定是歧视 原因是因为 这一位警察是在执行他的工作 对也许他的手段 我们如果真的要还原来看的话 他手段他已经是 超出他的执法的范围 原本就是他有做个压制的动作 可以来抑制犯罪 但是他的手段太过头了 造成一个悲剧的发生 那我就说 但是这事情确实是要被检讨的 但是你说这一位警察 或者是所有警察都会对黑人 有所歧视 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偏见的想法 也不尽然 因为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几位 现在目前被控诉的几位的警察里面 也有东方人 然后甚至也有黑人 所以我要表达就是说 歧视也不一定会有一些偏见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听不懂这句话 我就举个例子就好 如果一位对于声音障碍者 非常友善的餐厅的老板 但是他不想要聘用 声音障碍者当做他的员工 那想说他是不是歧视 但是他没有啊 他其实对声音障碍者 都非常的友善 但是问题是 他会认为客人不喜欢 声音障碍者的服务生 是客人不喜欢 那还有一个例子 我可以可能 大家可能比较明确 前几年 因为婚姻平权的事件 在台湾在发酵 那有正方反方的立场 那主要是教会团体 那有一些同志朋友跟我分享 他自己本身是同志 然后本身也是基督徒 然后因为他自己的教会 是一个反同的教会 所以会去参加一些游行 或者是抗去立法院 抗争这个立法通过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所以他也跟着去了 但事实上他很挣扎 他对他自己本身同志 他根本不可能去歧视同志 但是因为他跟着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 他就会发现他很矛盾 怎么会这样 可是他有去做了这样的歧视的行为 因为去做抗争 抗争立法不能通过 或者是说相关的 就是去攻击同志的族群 但事实上他本身并没有当中的偏见的心理状态 是因为跟着大家起后 好那我就回过头来 那现在目前弗洛伊德的状况 不管是过失杀人的这一位警察 他确实是产生了这一个歧视行为 但是他有没有这个偏见 也许是因为所有的他的同侪的警察同仁 都会觉得说 因为黑人的犯罪比例是高的 而且黑人的生理状态是比白人更优越 因为毕竟他们的身体比较强壮 如果你没有超前部署 先去把它做压制的话 也许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只好做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要表达就是说 歧视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确实在全球 我知道在美国英国欧洲国家 甚至很多亚洲国家 因为这件事情也都很反弹 美国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发生 到现在21世纪了 而且这个浪潮继续在发生 所以我要表达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理性来看待的话 这就是一种辛仇救恨 希望政府来改革 不论是司法或者是警察上面的制度的问题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 我的看见 你刚刚一直提到辛仇救恨 辛仇救恨加在一起 于是乎产生了现在这么激烈的状况 那如果我们不希望今天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们是不是从前面开端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慢慢去疏通化解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慧洲你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要保持客观理性 要需要非常用力 这句话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今天访谈的重点 我要把它一直谨记在心 这非常重要的金句 我们过去长久以来 读到了这么多的新闻 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视为是一种偏见 当然不一定是歧视 像比如说北车事件 我们一直是希望外籍移工们 一定要把当地的场所保持很干净 甚至于说不行 你们不准用这个场地 很多激烈的言论出现了 所以从这个事件上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呢 没错 我们要保持一个理性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毕竟人是一个 有感觉有感情的一种动物 也就是说既然有感觉的话 我们没办法控制别人的脑袋 怎么想 甚至嘴巴怎么说 不论是我自己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一件事情 我们能不能自我自觉 就是我这事情是不是过度的偏好 或过度的去仇恨 某一件事情或人 我举个例子好了 刚刚如果就讲说民众 看待这则新闻 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很多不自觉 我讲一个部分 就是星座就好了 我们星座就是习惯把人做归类 我一提到就是说 哪个星座是一个非常歇斯底里 喜欢碎碎念 大家可能脑袋就会想到某个星座 某一个星座可能俊男美女很多 那是不是就 大家就连结是某一个星座 但是如果理性来看待的话 难道都没有例外吗 难道一定都是这样的归类吗 对 我也就是说 这当中我们能不能去拉回来一点 就是说因为 刚刚我讲到定义的问题 因为本身骑士 就是对于一个群体的 做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种归类 就是说因为我们都会习惯 像刚刚讲到北车事件 或者是一些移工 我们是把移工一想到移工 会想到连结到什么 是不是肮脏或者是贫穷 或者是 当然我这样讲是一个举例的做法 但是问题是 但事实上难道移工就一定是这样的归类的方式吗 我们都要很用力的去拉回自己 要保持一个理性 并不是所有的这方面被我们批评的群体 一定都是这个样子 就好像这个星座的人 不见得一定就是这样的归类方式 可是因为我们人都很懒惰 大家都这么讲 对 那我们很习惯会把人来做分类 那分类就会变成有偏见 因为这一群人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一群人就是怎么样 所以讲到移工 我们就会直接联想 就是东南亚这样的移工 可是如果说按照 如果是像是欧美的移工 我们就不认为他是移工 他叫白领的一个外籍人士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差别 我想你们 我就感觉好像又跟我无关了 我就会开始有点在反省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当中一些字眼 或者我们怎么看待不同的文化 所以对于多元的去认识 不同的群体 跟保持一些理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多元的认识 不同的群体 保持理性 这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谈到 这个薪酬救恨 不要让他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可能最后场面就不能收拾 再加上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引爆点的话 会是演变成一个 我们都觉得遗憾的事件 所以从这样来看 我们好不好 在访谈的最后 慧中我想请你来告诉我们的听众 当我们都深陷在 那个偏见里面的时候 也许这是最后演变成歧视的一些开端了 我们自己要意识到那个危险性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放在这个教育的方式里面 告诉大家 以从事反歧视运动这么多年的经验 相信有很多场合 你可以去沟通这类的话题 民众最需要的一些观念上的导正 也许什么想法 你根本就不该出现 也许什么言行 什么话语 是不是可以 就让他留在嘴巴里面 我们不要脱口而出 有没有这一类的实力 可以告诉大家 也许我们从实力上面来解说 会更容易告诉大家 原来这一类的想法或做法并不好 OK 我刚刚也有分享到 就是说 因为本身歧视或偏见 本身我们就就是对于一个群体 一个群体可能是人可能一件事情的一个观察 然后是用一个概括性的来去认识他的一种方式 那这方式变成就造成我们会对于这样的被评价的一个群体里面 比如说声音障碍者或者是这是外籍移工 我们会对他有怎么样的一个不论是美化或丑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评价 那这部分我自己的观察 然后很常会碰到一个状况是 就是一种统计性的关联 统计性的关联 为什么会这样说 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对啊你看星座也都在分析 他们就是这样 大部分都是这样 可是大部分不代表全部的人嘛 或者是说 在统计上面就会印证 他就用一个比较一个好像很肯定的方式 就是说黑人的犯罪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对于他怎么样去防治他的犯罪 或者是用一个比较激烈的手段来对待 是因为我们是保护自己 那统计性的歧视基本上也要说来话长 我只能就很快概括性的就是说 我们都会用一个假借的一种所谓的科学的印证 来证明我们的偏见或歧视是对的 所以我其实长久以来我都不是很 如果看到一些研究的数据 或者说没有错 你看穷人的犯罪率也比较高 因为他们会偷东西 或者是你的研究的样本数 有全台湾或全世界吗 没有嘛 也许你找的样本就是那三位 那三位里面可能有两位是有这样的状态 可是你不能去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嘛 所以我们如果看待一些统计数字 或者是一些别人口说的 他证实这一群人大部分都是这样 其实我们就要很小心了 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跟别人一样 我们去一开始我们就放弃了一个正确认识的动机了 这是我一个观察 那如果说你问我说 我们的宣导或者教育如何落实 我自己给的建议是 尽量我们要一个思辨的思考 因为毕竟我们要这样的过程是不容易 所以说人的脑袋是来做思考用的 而不是给你一个答案 就像个选择题一样 我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ABCD或者是一个圈或X 这可以背答案 那背答案就很容易就是说 他就是这样吗 我们为什么就会说 那个星座的人就是这样 那个星座为什么就不是这样 这一个种族的人就是一定是那个样子 那一个的民族就是一定是长这个样子 不是对或错或者是选择 而是我会觉得 如果你有论述的能力 所以你没有发现在欧洲国家的 尤其特别是法国吧 听说法国他们在国中 或者是在学生中学时代的考试 他们都考哲学的题 就像升论题 德国是如此 对 就是说在一件事情你说出你的看法 当然你的看法 如果你怎么去印证 那别人可以反驳你的 这当中的论证吗 而不是我给你一个什么样 背什么样的答案 我们很习惯就是训练 如果有考古题 考古题就让你知道 就是说这个答案就是选择是哪个题 你不去思考背后为什么是这样 你就很容易陷入 就是说对嘛 那什么样的群体或什么样的实践 就是评价就是这样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从小学过历史这个科目 然后你会发现史学家的文字跟评价 也是一个让我们去陷入 就认定他原本的原本说法是正确的 比如说不管是蒙古 或者是在中国在扩张版图 或者是在欧洲国家 那时候亚历三大 或者是就是他们在扩张版图 然后欧亚非这样的一个丰功伟业 在他们当地的说法叫扩张版图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被他们侵略的国家叫做家破人亡 但史学家他是代表 比如说我是中国的史学家 在元朝或者是在宋朝非常的强盛 那时候是跨越欧亚非 但是问题是被你侵略的国家认为说 你是一个外来的侵犯者 也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但是以前我们在学看待历史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认为这样的部分是 就是对的或者是说我们侵略别 对我们就像如果你种族主义发展到一个地步 我白人去把一个黑人杀死 这理所当然的啊 我在维持正义 但是事实上你们还原过来看 对黑人来说 或对刚刚讲说扩张版图的国家来看的话 你不是扩张版图 你是把我的家灭亡了 所以这是我的分享啦 就是说就像选择题跟深论题 有了自觉还要有思辨 有了思辨最后还要不要包容 对 包容更重要了 对 就是尊重差异啦 对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偏见 那我想说偏见基本上就是一种自觉 你可以仅此于此 你没有做出一个歧视的行为 那只能就是说 全世界可以和平相处的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全世界如果我认为我这个国家是特别优秀 就会变成一种种族主义去侵犯别的国家嘛 那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会认定他有特别的厉害的地方 那这个世界就说真的很容易会毁灭嘛 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会认为 我有我自己的偏见跟偏好 或对哪个国家 我看你不爽 我就拿子弹来攻击你 但事实上有一东西是我们可以尊重多元的差异 每个国家 甚至一个身心障碍者 我们怎么去看待他需要的一些帮助 我觉得在当中是一个世界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 是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邀请到这位受访者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有关于从佛洛伊德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歧视这两个字 我们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什么叫歧视 为什么要反歧视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从长期从事反歧视运动的杨慧中 慧中告诉我们 如果你可以先有自觉 然后愿意思辨 当然最后还包括了尊重多元的想法 其实这个社会会增加很多很多的和谐 也可以真的避免掉我们平常看到这么多新闻 也许一下子三五秒就义愤填膺 立刻跳起来 哪一堆神经突然被挑战到了 你就已经开始开骂了 其实真的没必要 我再用最后的这句话来提醒大家 保持理性需要非常用力 这是慧中今天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慧中谢谢你跟你访谈 非常的愉快 也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自评